你就拿同志品材料来说 那这个岳门勾建建那是当年的锅 当年锅 你让这个湖北随县曾宏以沐出土的尊堂的施辣出道法做的 那是当年锅 等等了 这个每个省能够有几件锅 那都非常高兴 是 建了我们看了一个包 整起来讲 保存 当然以前都看过它的一些的报道材料 但是由于在那里工作的需要 亲自磨杀 看着琢磨琢磨 领会领会 记忆里就很深 这个原件保存得非常完好 但是经过测定检验重測 这一把卷 我感觉这几个卷 很完整 他就知道这几个字 也很重 越往勾建 自作用建 这几个字 这个艺术性也很强 因为当时这个吴、岳、徐、楚 这些南方汉、江淮、汉和鱼 他们到了东东的时期 常常有写这种美食主乎 就叫鸟松鼠 我们今天说俗话就是美顺 美顺 美顺 这个鸟松鼠 美顺 这个鸟松鼠 美顺 所以这个鸟传 看起来有时候不是太灵密 但你把多余的部分 鸟松鼠的部分 多余的长脚 也都都去掉了 他一面是蓝宝石 一面是绿松石 正面是蓝宝石 代号是绿松石 所以相当的名贵 相当的高贵 而且这个建行 他跟吴国的建行 吴越都很接近 一个浙江一个江苏都很接近 他这个建行方面也都很接近 建的这个样子 这个 你看这个 这是春秋晚期的 它这个钩尖剑 它是做的晚期 你看它这就是 剑手这方面 它就没有这个剑锅 所以你要加上两个剑锅 就不太合适了 你就尊重元剑 你看到了 沟沟是它的重孙的 那到了长国重期了 你看它就有两个 那就是它的兵器发展训练 造型的训练 怎么看人说 这是春秋 那就是这个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这个是个标准 另外呢 吴国和岳关 这个剑锅还有一个区别 因为没有这个无剑锅 岳建的这个剑体 靠近剑锋的地方 这地方叫剑锋 两边叫剑鹅 剑鹅 剑鹅 赐过青天鹅未禅 剑鹅 它这个 吴国的这个剑 它这个鹅 这个地方 它是格外的往你收缩的 你看到这个 那样的剑 如果随着自己的收藏品 那十有八点就成功了 它这个剑呢 它稍微有一点收缩 没有 吴国的剑明显 它这个 在你制作的时候 可能注意 注意到 它这个月光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著作的这两把 宝剑 这个 尤其是这个月光剑吧 这个 利用了 通过科学研究 十年末一见 是吧 十年末一见 通过这个科学研究 这个 把这个古代 这个 铸造 清空的 铸造建的一些 艺术技术 跟现在一些的科技 它这个 很好的 融合在一块 很好的结合一块 我觉得这个 也确实是 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 这个不简单 不简单 这在 跟我印象 这个 比完全 给我一种感觉 比完全 像他们有的地方 住到一把建筑 都有点现代化 弄得很优美很绚丽 你们可能有的也见过 有的也见过 有的也见过 很优美很绚丽 它都把它现代化 我儿子建 成了宣战 我儿子建 这个我觉得不够好 这个 我们现在 如月春秋 尤其记载的更多了 太俄建 鱼长建 干江墨崖建 等等 这都很多的 所以 吴月建 出土了很多 在台湾也有很多 有一定的收藏 尤其 刚才提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台湾呢 它们收藏古建的很多 有 尤其这个话 我觉得很重要 它说你要是铸造一件 好的 这个 清风系 铸造一件好的制品 你必须要符合 四个条件 古人说法都更简单 这个 我妙利说形容 说怎么就能做出一件好的器物 一件好的器物 一说就一大堆 人家在古人说法都很简单 很简单 他就说 这个 说了四句话 十二个字 他说你要做这个器物 你必须要 形犯证 你做母子 你得要做得好 这母子就留走几个 你亲人在那边做 我们都没做 我们都没做 这个 这个形犯证 某子要做得好 变变某子 是吧 金 西 美 铜和 西都是高质量的 高质量的 高质量的 金是金 金是金 金是金的 金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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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使活 到了 我示 característ 小占 十五个字 市银 变三个字 在 Den 9个字 一些符 的 片头 董乃松说 弄得太绚丽 太现代 不合适 仿古剑 就应像许先生高仿的剑 如古人作剑一样 四句话 十二个字 刑犯证 金兮美 功也巧 火其德 杜乃松在赞赏之时 还给予了激励和厚望 现有已经成过的技术上 今后再继续 再做下一步的时候 再继续努力压分 更上一步 我相信 今后对于高仿支持 这方面的保存保留也好 是走向市场也好 我觉得都会受惑 我先说这些吧 文物鉴定专家刘东瑞先生 曾经多次建厂 许试高仿越往勾建建 觉得很好 特别是菱形花纹 处理的天衣无缝 近乎完美 堪称佳品 研讨会后 史树青先生 欣然挥豪提词 配陆离之长剑 张楚岳之雄风 光国先生 再造岳王勾建建 金之干将也 提词赞之 杜乃松先生提词 弘扬古岳宝剑文化 刘东瑞先生提词 许试高仿越往剑 传播中华古文化 研讨会后 与会人员何颖留念 一把矿式旗舰 留下千枚 一把再造神剑 打造一项文化产业 今后 许试高仿越往勾建建 将秘图金出大地 广交天下朋友 以无与伦比的 高仿真青铜产品 走向世界